大家好,看齐鲁说时,畅流历史,齐文去世 贪腐是每个国家,每个朝代都在想尽一些办法治理的事情 比如现在的新加坡,为了治理官员贪腐,实行的就是高新养联 而高新养联却不是新加坡的原创 中国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实行了,以高峰路,以养联了 北宋也是中国历史上工资待遇最好的朝代 我们就拿北宋时期最有名的清官包装的工资待遇来做一下对比吧 我们看看包装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 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利又是多少钱呢 包装,大家都不陌生吧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包装片 据宋史记载,包装的高官时刻身兼三大钥匙 龙头队大学士,上书省幼师郎中 还有就是全资开封佛士 包装做龙头队大学士的时候,是在宋人中时期 当时他的奉路每个月是138贯 当时的一贯钱可以买到1.539代大米 当时的一贯大米换算成现在等于118.4斤 那么1.539代大米换算成现在大约是182斤 我们现在大米的价格基本上是4块钱一斤 那么128斤乘以4元就是728斤 最后用728元乘以包装一个月138贯的奉路 最后得出的是10万零460岁 也就是说,包装光一个龙头和大学士 每个月的工资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 那就是10万多块钱 由此可见,宋朝时期的工资是多么的让人羡慕啊 世间每件事都是烧人间 宋朝的高薪养联,尽可能的让官员拿着高工资 就不去铁儿走险去贪腐了 但是也造成了宋朝荣官现象严重 就是很多官员拿着高工资不办实事 好了,本期的介绍说实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宋朝的高薪养联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评论,留言哦!